在末世 即使是在强大的军队 也对抗不了成千上万的形势 最安全的疾控中心也沦陷了 但瑞克不想放弃最后一次机会 在他的极力恳求下 紧锁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众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大厅 他们四处张望看是否有人 这是 一个男人端着机枪出现了 他询问是否有人感染了病毒 瑞克说有一个被感染 但并没有撑到这里就已经死了 男人扫尸了一圈 眼看整个团队几乎都是女人跟孩子 应该并没有什么威胁 于是告诉他们 然后让他们赶紧带上行李进来 这个门关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可能是太过紧张 几人并没有关注门的问题 进来后 瑞克和男人也互相认识了一下 他叫詹娜 是疾控中心的博士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疾控中心的第五区 看着这里空无一人 瑞克询问这里的其他人都去哪了 但詹娜说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剩下的就是一个较为的人工智能 这和瑞克期待的并不一样 不过也算一个好的开始了 紧接着他们就开始逐个抽血进行检测 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必要 但该有的规矩还是要遵守的 毕竟让几人进来已经违反所有规定了 随后众人就开始喝酒庆祝了 这在末世也算是难得的生活 所有人都开怀畅论 不知道是为了戒酒消除了 还是早已将之前的遭遇抛之脑后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只有詹娜在一旁闷闷无畏 瑞克看出了不对劲 提议大家应该敬詹娜一杯 没有她的话 几人可能还在外面担惊受怕 不过詹娜也只是勉强的给予了 这时萧恩开始询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瑞克看出了詹娜的为难 于是劝阻萧恩不要继续 但萧恩觉得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丧失病毒的解药 不过现在却只有她在这里 詹娜看萧恩如此执着 还是将实情告诉了她 灾难降临后 很多人都回去找他们的家人了 后来形势恶化 军事防御也被击溃了 剩下的人都跑了 但萧恩并不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离开 詹娜说很多人是无法面对外面的世界 最终还是选择自杀了 只剩下她一个人在这里工作 试图寻找解决病毒的方法 晚餐过后 詹娜带着几人来到了各自的住宅 这里有沙发有吊床 还有孩子们喜欢的娱乐室 更重要的是还能享受热水澡 这在末世也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享受完后瑞克找到詹娜对她表示了担心 还一度聊起了外面世界的情况 而此时她的妻子洛丽则一个人在客厅翻阅书籍 萧恩也来到了这里 看到这绝美的背影 喝了点酒的萧恩胆子变大了 她想找洛丽好好谈谈 为什么现在对自己这么冷 而洛丽则埋怨萧恩当初骗自己丈夫已经死在了医院 萧恩也很委屈 她不断地和洛丽解释 当初她真的来到医院救瑞克 不过当时情况非常复权 军方都在屠杀病 到处都是形势 当时的瑞克确实已经没有呼吸了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活过来 但如果不是她离开前用床挡住了门口 她可能真的活不了 萧恩越说越激动 假如当初我告诉你瑞克还活着 你根本不会离开 说不定已经死在家里了 可以说是我救了你和你的儿子 何况一路以来都是我在保护你 萧恩说着说着就开始动手动脚 她并没有奢求什么 只想和她在一起 直到洛丽在她的脖子上划出了几刀 萧恩这才有点清醒过来 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 只留下洛丽一个人在那哭泣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 众人还停留在昨晚的醉意之中 瑞克则发现了萧恩脖子上的划痕 萧恩却解释是睡觉时候不小心弄的 随后众人就来到了实验室 为了解决众人的疑问 詹娜开始讲解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 最开始屏幕上展示的是一个人的大脑 上面依稀能看见密密麻麻的亮白 詹娜解释这些都是人一生的经历和记忆 这也造就了独一无二有人性的 紧接着又展示了19号实验体的大脑 这是刚刚被病毒感染的阶段 肾上献出血大脑停止工作 最后会变得一片气黑 这也就代表着死亡 之后就会慢慢转变成形式 这个过程短的有三分钟 最长的甚至长达八小时 过程中病毒会让大脑再次变成红色 不过只是脑干部分 这也是形式能动起来的原因 但这也是一具没有思想的躯壳 并不代表他们还有生机 所以要想杀死他们 只能破坏大脑 众人终于明白了原理 但他们更想知道有没有治疗的办法 詹娜无奈地说 我已经在这里生活快一个月了 可能有人知道治疗的方法 但我已经失去了上级的指示 显然政府部门和相关的研究中心都已经沦陷 听到这里众人都有些群怒 一想到长期要和行尸做斗争 瞬间就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这时细心的戴尔发现了墙上的倒计时 他询问詹娜如果数字到零会发生什么 詹娜说地下室的发电机已经没有燃料了 说完就离开了 瑞克只好向为询问具体情况 维也只是说电力耗尽后会进行全面消毒 也没有过多解释 瑞克并不明白什么意思 于是带着众人来到地下室查看发电机的情况 燃料真的已经见底了 突然灯光全部熄灭 所有的发动机都停止了攻击 几人找到詹娜想问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詹娜解释说这是系统早就设定好了 当时间只剩半小时就会自动关闭不必要的电影 接着詹娜就向众人说出了事情 如果电力耗尽就只能在这里等死 瑞克发现不对劲 赶紧让大家收拾东西离开这里 众人立马开始行动 突然大厅的警报声响起 大屏幕上也跟着显示距离消毒程序启动 还有30分钟 接着詹娜就按下了一个按钮 随即这里的门就关闭了 很明显他要把所有人都留在里面 此时达尔又开始暴走 他想用暴力让詹娜开门 不过被肖恩几人及时制止了 瑞克心平契合地上来让詹娜把门打开 但詹娜却说 上面的出口都关闭了 紧急通道也封锁了 都是电脑控制的我没有办法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前门一旦关闭就打不开了 你们都听见了 瑞克又问28分钟之后会怎么样 詹娜也大声怒斥道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存放的东西危害性极大 什么生化武器天花病毒 甚至埃伯拉都在这里 如果这里不能运行吗 你们觉得消毒程序会是什么 众人都沉默了 这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得死 随后詹娜又解释道 这里会释放一种HIT的油气炸弹 其威力大小仅次于核弹 爆炸会产生五六千度的高温 能瞬间将人融化 没有一点痛苦 这在末世也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不过达尔几人并不想认输 他们用斧头不停地劈开 但这一切都是土劳 因为这扇门能承受火箭的袭击 詹娜说既然这世界都没有希望 这样没有痛苦的死去难道不好吗 萧恩听不下去 这只是你觉得没有希望 并不代表我们也没了 他用枪指着詹娜让他把门打开 瑞克在一旁不停地劝说 无奈的萧恩只好朝着仪器发泄着心中的路 最后还是瑞克阻止了他 瑞克看着众人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求生的欲望 他对詹娜说 你在撒谎 说毫无希望都是假的 真是这样的话你早和别人跑了 或者一死了之 但你没有 你做了更加艰难的选择 我们也该有自己的选择 而詹娜却说 我没有逃走是因为对妻子做过承诺 原本躺在上面的实验体应该是我 是她求我尽全力继续研究 瑞克说你的妻子临死前 还在为世人的希望做着努力 况且我们也只想要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詹娜似乎被说动了 她说这里的门我可以打开 但外面的我确实开不了 接着她输入了密码 里面的门终于打开了 此时时间也只剩下4分30秒 众人赶紧朝外跑去 临走前 詹娜似乎还对瑞克说了什么秘密 瑞克的眼神里充满了惊讶 突然黑妹说自己要留下来 因为她不想变成行事 没有痛苦的死去也是一种选择 甚至丽娅也表示不想离开 妹妹走了 她也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戴尔让几人先走 自己留下来劝说丽娅 来到外面的几人不停地敲打着玻璃 但都丝毫没有作用 连开枪都只能留下一点的困境 这时卡罗尔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炸弹 他说是帮瑞克洗衣服的时候发现 这正是被困在坦克里时拿到的 没想到会在这里派上用场 巨大的爆炸将玻璃震得起来 出来的时候外面还有几只落单的形式 他们边走边拿着枪开 现在每分每秒都代表着活下去的希望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车子这里 正要发车离开的时候 他们发现戴尔竟然带着丽娅出来 此时詹娅看到两人安全地出去心里也很心悦 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只剩下十秒 启动车子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洛莉让两人赶紧找地方爬起来 对客也让车里的人迅速握得了 几秒钟后爆炸声传来 疾控中心也随之灰飞烟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